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超跌的位置点上面 我先从一些国际股市的角度来跟大家解析这个盘式 首先我们先看整个欧洲市场里面最大的一个股市市场叫做法兰克福市场 法兰克福它是德国的一个交易所 所以全球整个欧洲里面最大的一个金融市场就在德国 然后德国的交易市场就代表了整个全欧洲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德股 德股从这一波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从高点到低点 目前为止跌幅已经来到将近40%了 已经超过40%了 已经超过40%了 所以从原本的13000多点跌到昨天最低点的时候 已经来到哪里 已经来到8200点了 已经来到8200点了 那我们知道说德国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国家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 包括了谁 包括了最著名的汽车工业里面的这个标志嘛 这个标志是什么 我想小朋友都知道 它叫做宾市 宾市呢 它是德国戴姆勒克莱斯热的其中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牌子 那宾市车在全世界热销 它是全世界一个奢侈品的一个象征 那因为呢 现在德国股市下跌 戴姆勒克莱斯热的股价 也在德国股市出现了一个重挫 当它重挫之后 我问你一件事情 这一台宾市车这个Mark 你会不会因为德国重挫之后 你不想买它了 你会不会因为德国股市 那个戴姆勒克莱斯的 它的股价重挫之后 你再也不想买宾市车了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还是会想要买宾市车嘛 当我的 当我现在呢 有钱有余裕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换一台车 当我想换车的时候 我第一个首选 当然就是宾市 对不对 当我宾市车在换的时候 当然整个市场的消费力道 就会起来了嘛 重点是 它不会受到宾市车 股价下跌的影响 而影响它原本消费者的期待 而影响到原本消费者 想购买的欲望 所以呢 当宾市车股价下来的时候 我问你一件事情 居然消费它只是地盐 它没有消失的情况下 以股价来说的话 来到这个位阶点上面 它是不是已经超跌了 它是不是已经来到一个超跌的位置点上面 股价都已经腰斩了 最差的情况下 你都已经反映了 那你觉得你向下空间还有多少 当我的向下空间有限的时候 未来我的上涨的获利 就会无穷大嘛 所以呢 德国股市它已经跌幅超过40个percent 甚至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跌幅都超过30个percent的 那美股也是哦 美股里面有很多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嘛 包括苹果 包括亚马逊 包括微软 这些世界级的企业 那你会因为说 今天武汉肺炎的影响 你再也不买苹果的手机 或者是说 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 你再也不用Windows系统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 所以呢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股市 超级恐慌的时刻 它已经让股市呢 出现一个超跌的状况 当它出现超跌的时候 开始会有一些逢低去做成绩的买盘 开始去做介入 所以德国股市昨天晚上哦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虽然是中错的 但是呢 导播帮我拉近 谢谢 德国股市呢 其实昨天晚上已经收了一根下影线出来了 这是全欧洲最弱势的一个市场 它已经出现了一根下影线出来了 但我不认为说股市从此之后 它会大涨特涨 因为所有的利空 它必须花时间来去消耗 所有的利空 它必须花时间来去做整理 当我整理完毕之后 很多的个股 很多被错杀的 比如像兵士 它就可能从低档 开始就做一个反弹的动作了 它就已经开始会进入一个足底的状况 然后开始去做落底的反弹嘛 因为全世界的热钱非常的多 钱真的非常的多 多到你真的想象不到的多 这是有史以来从2008年 2008年以来 股市热钱最多的一个时刻 现在的资金爆满到什么程度呢 爆满到说 你现在如果说 你现在开始 你现在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整个股市里面 大家所抽出来的资金 全部都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全部都放到口袋里面去了 股市从高档开始回落30% 每一个人都卖股票 把股票的钱通通放到口袋 再加上说 FED开始把整个利率降到一个0% 降到一个零利率 而且它大买了多少钱 它这一次放出7000亿美金的QE 7000亿美金的QE 7000亿美金等于多少 你换算一下 等于两兆多的钱出来了 两兆的资金 放到美国市场里面去 然后这些资金 他没有买美国的股票 他去买什么 他去买美国十年期的公债 但是美国十年期的公债 这些人他拿到钱之后 就会把资金 再往股票市场里面丢 所以全世界的热钱 就会动起来 全世界的资金就会动起来 当然我说 美国他所做的这个QE政策 跟他的这个零利率的政策 他不是特效药 他不可能是一个特效药 他可是呢 他会慢慢的让股市 进入一个主体的阶段 他会慢慢的让股市 进入一个活力的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呢 央行降息下来 我今天降到的零利率 对不对 但是我银行要跟央行借钱 他要跟央行拿钱 他是需要什么 他是需要时间 他需要跑流程 那他跑完了流程之后 他才会 央行才会把钱给银行嘛 那他给银行之后 他才会再把钱放给谁 放给企业嘛 那你现在看 原本的利率 假设是2% 现在降到的零哦 他现在降到的零 也就是说 你现在跟银行借钱 你不用付利息 那我可能原本我一年 我一亿的资金 我要付200万的利息 我一亿的资金 我要付200万 那现在呢 你完全都不用付利息了 你光省下来那个费用 一年你就省了200万 一亿你就省了200万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说 像戴姆勒克莱斯勒 这么大间的公司 他所用的资金 是几千亿哦 他是几千亿的资金 在做流通的 所以呢 当我的央行一降息下来 我的利息费用 我省下来的利息费用 那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费用 所以未来你会看到 这些财报里面 就会开始显现出来 我的费用开始降低了 我的费用降低下来之后 我的资金余裕 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扩产 所以这一个阶段 都需要时间的 他不是你今天说 一放钱出来 马上就会产生效果 但是呢 因为有放钱的这个动作 未来整个市场上面 会因为放钱的关系 慢慢的回复到他原本的生机 疫情它总是会消失的 它总是会结束的 不管你是在五月六月 甚至到八月都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 它一定会不见 对不对 一定会有人把疫情控制下来了 不然全世界的人类 不就全部傲子光光了 所以当疫情会控制下来的时候 重点是央行 他所放出来的这些钱 他会不会消失 他不会消失 所以他不会消失的情况下 就会带动很多的消费力道 开始提升上来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经济的状况很差 包括中国有没有 他告诉你说 他现在二月份 二月份的整个经济成长率 是负的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他的经济成长率出来 一定是负的 他一定是负的 但重点是 当我的中国的市场 从二月份开始 进入到三月份的时候 三月份开始 他们已经开始清零了 所有的整个武汉肺炎的状况 已经都控制下来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市场 是不是从负的状况 开始进入到成长 因为二月份的激起很低 三月份开始出现 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这是非常有机会发生的事情 当我开始出现 爆炸性的成长的时候 股市它一定会先行做反应 所以你现在还在看 很多市场上面 有关于武汉肺炎的利空 我认为当利空 来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 就是股市最低点的时候 它就是股市最差最差的一个情况了 因为股票市场它总是怎样 它总是领先来去做反应 它总是领先来去做反应 市场上的赢家 它一定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 这个思维会让你赚到大钱 这个思维会让你知道说 哪一个时机点上面 你可以买到未来台股的宾市 你可以知道说 哪一些股票 就好像戴姆勒克莱斯的一样 它就像台湾的一个宾市车 的一个代表一样 台股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标的 它是全世界 绝对没有办法去割舍的一块 它是全世界 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放掉的一块 可是当我们握着这个关键的技术 关键的能力 关键的制程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今天股市下跌下来 反而是一个最好布局的一个时机 时间一旦回复到 时间一旦达成 时机一旦来的时候 它就会从股底开始去做一个回升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利空 它最后都会变成利多 它最后都会因为这个利空消散之后 变成一个大涨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现在人家都已经放很多钱出来了 如果今天是零利率的状况 如果今天是零利率的状况 你现在把钱放在银行 你是没有利息可以收的 你是没有钱可以赚的 可是有一些个股会因为这个零利率的关系 会因为今天零利率的关系 会有很多的资金 开始去拱那些高值利率的股票 开始去拱那些世界级的大公司 而且它是年年赚钱的一些公司 所以台股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标的 它的股价殖利率非常的高 今年还会有成长性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强势股买在短线上 现在坠落坠落的一个时机点 当这个坠落的时机点一旦过去了 黑暗一旦过去了 黎明开始来临之前 你一定要做好布局 因为黎明一来了 拍赛整个市场上面 就已经来到相对高点了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告诉你说 哪一些个股 它是类似德国的兵士车的 一些代表的企业 我们先进广告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 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 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 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小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加全股价指数呢 整个台股呢 已经从 12000多点修正到 最近的最新的位置点 上面已经来到9400楼 那整个融资余额呢 其实已经断光光了 基本上都已经断掉了 那现在的融资呢 是已经来到一个历史 相对非常非常低的水位 甚至呢 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个融资余额的低点 还要来得更低 那我过去跟大家讲过 融资余额 如果来到1200亿元之下 通常股市呢 就会开始进入一个 准备要反转的一个阶段 从过去历史的经验来看 2019年 也就是去年 去年台股也曾经 融资余额来到1200亿元的水准 当时呢 也是很多市场的利空 当时也是很多市场的利空 市场利空是什么 中美贸易大战嘛 那时候川普讲了一句话嘛 他跟中国打一个无限战啊 我没有任何的时间点 我没有任何 什么时候 我要跟中国和谈的一个时间点 他都没有 他当时就跟大家讲 都没有 所以他就是要把中国打趴就对了 那市场上面很多的法人 甚至很多的专家 都开始告诉你说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他会打一个无限期的战争 所以怎样 所以股市呢 他会无限期的下跌 他会跌不完啊 可是呢 在那个低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当融资余额啊 他已经来到1200亿元的时候 有一些个股 他已经进入超跌的一个位置 就算他没有急速的反弹 他也会开始进入一个 震荡足底的走势 然后进入下一个反转的一个阶段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台北股票市场 我认为他也不会走一个 V型反转的形态 但是呢 有一些个股 他会在这个地方 足底之后 来到一个超跌的位置点上面 进入足底 然后开始做反转的一个状态 因为融资 他已经断光光了 现在已经没有散户 在所谓的股票市场里面去了 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的小散户 都已经因为融资的关系 都已经因为融资的问题 然后开始被请出场了 所以融资余额现在来到哪里 1125亿元 这个已经是比当时金融海啸的 那个位置点上面 还要来得更低 所以当你看到融资 他又来到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这个位阶点上面 你真的不需要恐慌 你反而要去思考说 台股当中有哪一些个股 它是属于类似德国 宾市车 这样一个等级的一些标的嘛 其中最重要的族群 我认为不管怎么样 今年5G它一定会流行 它一定会爆发 它一定会爆发性的成长 那这个5G的部分 它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停止下来 你有听到说中华电信 因为今年5G 因为今年武汉疫情的关系 所以5G开台往后延吗 你有听到说台湾大哥 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5G的讯号往后延吗 5G的时程往后延吗 都没有 你都没有听到 甚至中国方面 它也没有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 然后停止建设它的5G基地台 对不对 那甚至说中国方面 它还加码40兆的人民币 准备在今年 再加码去建设5G的一些基地台 它又让它的讯号铺满它全国各地 铺满到全部 全部全国都可以收得到5G的讯号 所以当5G 它真的准备要爆发性的成长的时候 股价刚好来到这个位阶点上面 股价跌下来不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吗 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谈过了 台积电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它预估今年的 晶圆代工成长值大概17个% 它大概17个% 台积电因为5G的动能 7奈米5奈米这些先进制程非常的强 所以它有信心 今年营运会优于产业平均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7奈米5奈米的制程 其实都在排队 7奈米都在排队 5奈米 5奈米还没有开始量产 它预估今年4月份准备要量产 对不对 因为Apple它准备要生产A14晶片 A14晶片它就是使用台积电的5奈米制程 这个5奈米的部分 它今年4月份准备要量产 当它开始做量产的时候 就是台积电又领先它的竞争对手 又是一年以上的时间 又是一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这种高门独吃的东西 就只有它一家能够做得出来的东西 它的这个竞争能力 不会因为股价下跌而改变 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出5奈米 现在你看三星最强 三星目前可以做出7奈米 可是它的7奈米的东西烂爆了 真的是烂爆了 所以让客户抱怨的要死 那这些订单又回到台积电身上 所以台积电现在7奈米还在排队 5奈米都还没有市产 但还没有量产 现在订单已经满了 现在订单都已经爆满了 所以先进制程 它就很像什么德国的宾市车一样 现在全世界它不会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把台积电的订单砍掉 它不敢 因为当它把台积电的订单一砍的时候 你不好意思你要再重新排队 那你排队的时候 你可能最少要等到半年 等到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那谁敢这样做 谁要这样做 那包括呢 未来英特尔的部分呢 如果英特尔也希望说 加入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它也希望跟着台积电 一起用台积电6奈米的东西来制程 来做生产的话 那台积电的先进产能不就更满了吗 所以你看到的是很多市场上的利空 但是这一些利空并不影响 我们台湾台积电的问题嘛 就像台积电就好像德国宾市一样 你今天你要买车 你要买台积电的制程 你就排队 你就排队等 那我时间到了我就出货给你 可是呢 你在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能抽单 你一旦抽单 不好意思你重新再排队 你要重新再排 那既然台积电有这样子的能力 当然啦 它的股价跌下来的时候呢 就不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点嘛 那大家都在看武汉肺炎 可能对美国的影响 可能对欧洲的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最终 它都会过去的 它都会结束的 那台股呢 除了台积电以外 还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标的 它明明就赚很多钱 对不对 包括去年我跟你讲过了 这个东西在5G 4G转5G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叫做软板的东西 天线啊 天线啊 天线过去4G的时候 它是使用MPI 一纸材料的东西 可是呢 因为5G 它要使用高频高速 它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那个材料了 所以材料必须要大换写 而且使用的数量 会比4G来了更多 它是倍速的来去做成长 那今年我告诉你说 苹果它现在呢 14奈米 14A14晶片 它要下单给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 其实今年苹果 它会推出5G的相关手机 它是非常有机会 推5G的手机出来 那如果今天苹果推5G的手机 4G的手机 转5G的手机 中间是不是要开始去换什么 换天线的材料 它如果要换天线材料的时候 这时候台场又多了一个机会 它又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切入的动作了嘛 所以5G今年的题材会非常的多 短线上面你看到的是武汉肺炎的利空 但是我目光已经跳脱到武汉肺炎之外 我看到的是整个疫情结束之后 它未来会爆发性的一个机会点在哪里 它未来会有出现爆发性的一个产业的机会在哪里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到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指数拉回的时候 你才能够找到未来的明日之星 所以我跟你一直强调的是 你现在都在看很差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一个机会点 5G的机会点 它未来会爆发 它一定会爆发 那只是爆发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发生而已 有些个股值在拉回来 受到整个武汉肺炎影响 拉回来过程当中 它的价值不会改变 它的成长也不会改变嘛 所以包括6269的台郡有没有 它虽然最近破底创一个新低 可是它的股价跌幅相对来讲 比大盘还要来得更强 而且我说了去年EPS赚了10块钱 今年4、5月准备要进入配股配息的旺季 它准备要进入配股配息的旺季了嘛 那以它今年来讲 今年来说4G转5G的时代 会有很多的天线开始做转换 过去它曾经接到Apple的订单 对不对 现在未来又有机会 在切入Apple的供应链的时候 你认为以它的股价来讲 现在是贵还是便宜 你具体是思考看看 包括我说的5G的部分 还有PCB版的部分嘛 PCB的部分呢 是未来5G一定会用的规格提升 最多的一块电子的零组件 所以台股当中有一些厂商 它已经从过去那种消费性的产品 比如像说NB 比如像说手机 开始把这些产品剔除 因为毛利太低了 它不想做了 它不想做之后开始花时间去认证什么 去认证有关于5G网通设备的订单 它开始把产能去做小量 但是多样化的生产 所以它的毛利开始做提升了 当它的毛利开始去做提升的时候 当然获利能力也开始拉高上来了嘛 所以5469的汉宇博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以它的EPS来看 去年赚了6块钱 去年赚6块钱 但是去年赚6块钱不是重点 它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第四季的部分 第四季它因为没有业外收益的关系 还赚了1.25元 那毛利率的部分 从原本的14、17、19.5到19.8 所以它整体的毛利 为什么可以做提升 它为什么会持续的往上去做提升 一方面跟它整个自动化的制程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产品线的移转 它现在已经认证了很多家 有关于网通设备的一些订单了 它已经开始去做认证了 那这些认证过的订单 它要下单需要时间 它要有一些时间让它去消耗 对不对 那5G 中国5G的基地台 它已经都建设了 已经开始建了 那你5G基地台的设备都建好之后 你的频宽是不是要加大 就好像高速公路一样嘛 你现在只有一线道 一线道在跑而已 那未来如果现在车流量突然之间变大了 那你的频宽是不是要拓开 你可能要从一线道变成四线道 变成五线道 那在拓宽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使用到网通设备 所以人家很有眼光 人家很有眼光 早就已经先把一些 没有赚钱的部分的产品线 通通剔除掉 开始把产能移到 这个未来会大赚的一个地方 所以未来的毛利 它会持续地在做提升的情况下 获利能力也会跟着去做加强嘛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股价跌下来 其实都是一个 已经超跌的一个位置点上面啊 很多的个股 其实台股真的已经 被人家杀得真的很乱七八糟 但是呢 孙子兵法有云嘛 利而幼之 乱而取之 当你知道说 有一些个股 其实它是被错杀的 那刚好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跟最好的买点 还有其他的个股 比如像这一档标的呢 我认为 它是未来5G云端服务的 重要一个一家企业 那未来呢 它也会有爆发性成长的机会 所有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我的light里面 你可以扫一下QRcode 或搜寻小老鼠BYR2551V 加入我们风行操盘室的line 时间有关系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评估并致富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尽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不再 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 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投资您 不再忘补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